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NBA洛杉矶快艇队合作 飞往洛杉矶的航班 从6月1号开始 机上各类商品都可以看到 两支队伍的logo 买同等舱的旅客 还有机会拿到限量例行赛门票 航空竞争白热化 但旅客回流的同时 却面临新挑战 购买新宇航空 飞胡志明市的来回航班 却收到航班取消简讯 让旅客好错愕 原来是因为越南胡志明市航线 时间带拥挤 经过多次协调 新宇航空夏季颁表 依然不理想 只好调整3月26号到5月6号 台北飞胡志明市的航班 除了部分时段 配合清明书运维持航班之外 其他时间的航班 通通暂时取收 航空业复苏 全世界机场调度成为航空公司新挑战 恐怕旅客出国前 还是得做好航班异动的心理准备 华氏新闻 方案请李琪婷台北报导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氏 还没有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氏YouTube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